荧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燕宽老师 你会发现老师是不是忘了穿鞋子 哦不是 今天要来示范的预备式叫做抓指式 因为它必须用到脚趾头 所以老师特别把鞋子、袜子通通脱掉 示范给大家看 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功法的时候 眼睛要朝下方看着自己的脚趾头 第二看一下脚趾头要用力 放松 用力 放松 接着我挪一下角度 你们看一下哦 当我的脚趾头用力的时候 重心向前 放松 重心向后 脚趾头用力 重心向前 放松 重心向后 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七次 记得呼吸要保持自如 不要憋气哦 当然你做的时候 不需要把鞋子、袜子脱掉 今天老师只是要示范标准的动作 而且让各位同学看得很清楚 我们一起来 脚趾头用力 重心向前 放松 重心向后 脚趾头用力 重心向前 脚趾头放松 重心向后 这样子做七次 对于现代在上班的人 有非常好的养生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用脑过多 都是盯着电脑 当你把眼睛 看我们的脚趾头 把脚趾头用力 这会帮助我们气血 向下引 这样子 我们大脑的气血 就不会常常胀胀的 或者到了下午 你会觉得头晕晕的 达到全身重心的转移 气血的流畅 达到最好的保健效果 抓紧事